同学们好 接着我们来看第八章第四节实质性程序 那我们知道在第三节和第四节都是谈程序 程序呢都有性质时间范围 那么第四节实质性程序也有这三个考点 首先我们要看的是实质性程序的概念和要求 所以我们第八章啊 他都是讲两个字啊 程序控制测试也是程序 对程序就有三个维度 所以第四节的考点就是实质性程序的概念和要求 然后呢就谈程序的性质 程序的时间 程序的范围 对的 好我们先来看实质性程序的概念和要求 在这个知识点里头 第三点老师想提示一下 因为他很容易一带而过 但是他又比较重要 他是什么呢 我们实质性程序 在完成阶段 话说回来就是18章的时候 我们还有一些 合并报表啊 分路啊 核对啊 调节的事项 所以在财务报表编制完成阶段的实质性程序 有点特殊啊 好 要提示大家 我特别涂了颜色 第二呢 就是我们做实质性程序 我针对某一认定 如果这个是特别风险 他的实质性程序是有要求的 所以我们的要求呢 主要是这两个具体的情形 这两个都会考 很抽象 我们要小心啊 不能一带而过都没有感觉啊 要有感觉的 对 接下来我们来看实质性程序的定义啊 实质性程序呢 它压根就不是一个程序啊 它是程序的组合 它的组合是怎么组合的呢 请看我们在第八章第二节这个图 老师把它链接出来了 请看 这就是进一步审计程序 它包括控制测试A 那么控制测试如果要实施之后 再做的程序叫B 实质性程序 一定要看图 实质性程序一打开 它必须打开 它不能不打开啊 打开呢 是细节测试和实质性分析程序 但是我们根据评估的风险 有的仅做细节测试 有的仅实施 实质性分析程序 有的是二者结合 细节测试和实质性分析程序 对 首先我们要把实质性程序 你说它的概念 你说它的要求 实质性程序是什么程序 我们有一个画面 有了画面我们就来看 实质性程序是发现某一认定 是否存在重大错暴的程序 请看 重大错暴和重大错暴风险是不一样的 请看啊 不能说实质性程序是发现认定层次重大错暴风险 那就完蛋 那就错了 不是重大错暴风险是重大错暴 画面很清楚 画面 实质性程序 实质性程序 是控制测试 做了吗 做了 之后就做实质性程序 实质性程序打开 细节测试 实质性分析程序 根据我们审计的某一认定 我可能使用细节测试 OK了 我可能使用实质性分析程序就能搞定 我可能要二者结合 最终发现某一认定 重大错暴是多少 有没有重大错暴 这就是实质性程序 要结合图 结合表 反复告诉自己 才能理解 因为他的文字太抽象 好 第二 总体要求 这个问题前面也谈到了 无论你评估的风险 重大错暴风险 无论是多低 对所有重大的类别的交易 账户与何和披露 你都要实施实质性程序 请注意 这里不能换 只能五个字 你不能说 我都要实施细节测试和 实质性分析程序 错了 我都要实施细节测试错了 我都要实施实质性分析程序 错了 只有五个字才是对的 这个不得了 这个是很容易丢分的 很容易丢分 我要做的是实质性程序 实质性程序是一种组合 至于说我怎么组合 看具体情况 但是这个程序是肯定要做的 对 好 请看黑板 我们从第七章到第八章 因为七八章 第七第八章 风险评估 风险应对 是财务外表审计测试的流程 我们说这个流程里面是有 蹦 叉 它是有生命的节奏的 我们了解内控 预期有效 我是要做控制测试的 老师一次两次三次 一百次两百次三百次的告诉你 实质性程序之后 控制测试后是要做实质性程序的 对什么 对所有重大的交易账户余额和披露 因为我们最终是合理保证财务报表 是否存在重大质报 或者不存在重大质报 所以重大质报要靠谁 靠它 实质性程序呢 所以必须做 不能说我一定要做 C一定要做D 或者一定要做C和D No 只能说一定要做的是他 好 理解 我们担心 老师担心你会丢分 最终不丢分 最好丢了分 亏了 对吧 亏了 好 第三个问题也要特别小心 这个问题就是18章第一节 ABC事务所的审计财务报表 假公司的 那财务报表 假公司的财务报表怎么来的 对吧 年度财务报表怎么来的 那么我们说科目汇总编出来的 还有的要核对 它有的是要重分类的 有的是要调整的 所以我们对它的 重分类调整 我们也要审计 这就是完成阶段 完成阶段在哪一章 18章第一节 对 这个程序很特殊 它是在18章第一节 我们针对它的报表 已经编出来了 我要去看 它的报表是怎么编出来的 对它的这个 我们常规的会计凭证 到日记财 明细财 到科目汇总 到总财 这一会计分路测试我要做 那么报表在编的过程当中 还有一些调节和核对 所以我们要单独做 对 好 请看做哪些程序呢 第一 核对调节 这个报表是依据 这个会计记录进行核对调节的 那么它的核对调节我都要审计 因为它不是日常的借财分路汇总的 它是核对调节的 我也要去确认 包括核对调节中的信息 依据是什么 无论是从总账和明细分类账中获取 还是从总账和明细分类账之外获取 为什么 因为有的调整 它是没有明细分类账的 它是在报表编制过程当中 才有了一个调节的 好 这个内容 其实大家就联系 会计这门课程 合并会计报表 这个知识点 你想一想 合并会计报表 它怎么编 它里面是不是有调整 还有抵消分路 调整分路 对吧 那这些调整和抵消分路 在我们审计里面就看 这些会计分路叫什么呢 非标 非标准 会计分路 言外之意 不是经济业务对应的会计分路 对 好 大家注意 这个就很容易带过的 不能带过 不能以带而过 没有感觉 是不是 好 第二 检查重大的会计分路 和其他调整 应当检查 在这个编制过程当中的重大会计分路 和调整 这两点 一定要知道 好 第四个问题 实质性程序 请看 实质性程序 五个字 针对特别风险 你刚才讲了 实质性程序是要打开的 如实质性程序是一定打开的 这是A 这是B 一定要打开 那么针对特别风险 我应当 实质性程序当中 我应当怎么做 请看 特别风险 可以仅做细节测试 或者是A加B 特别风险 不能仅靠实质性分析程序 这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的 对 好 这个几乎是百分之百 每年在考 送分题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 就是绝对的丢分 对吧 好 请看 如果我评估认定程序的重大 特别风险 那么 我就要实施专门 针对该风险的 实质性程序 五个字 那么这个实质性 如果说 如果说我不做控制测试 仅做实质性程序 啥意思 因为我了解 内部控制 是特别风险的内控 不OK 所以我的控制测试程序 是不做的 我仅做什么 那言外之意 我直接做实质性程序 此时 这个实质性程序 只能做细节测试 或细节测试和实质性分析程序结合 言外之意 实质性分析程序是不能做的 不能靠它 实质性分析程序搞不定的 什么项目 只要是特别风险 都是一样的道理 好吗 这是第四 那么关于特别风险呢 我们说 要不要了解内控 要了解 了解内控是肯定要做的 如果了解内控 预期有效 我要不要做控制测试 请注意 要做控制测试 如果了解内控 无效 我做不做控制测试 当然不做 了解内控 预期无效是不做的 那么了解内控 大家注意啊 看 了解内控 如果是OK 如果是不OK 请看 OK的话 要不要做控制测试 就是预期有效 要做 就是这个 要做控制测试 控制测试 有OK 有不OK 如果控制测试 大家注意啊 控制测试做了 我可能不做分析程序 我可能不做细节测试吗 不可以 等于说 我控制测试做了以后 我是一定要做什么 如果你不做 这两个是不可以的 看到没有 好 如果控制测试做了 我实时因分析程序 请注意 我做细节测试 不做 可以吗 可以 可以的 它是特别风险 了解内控 你看我做了控制测试啊 预期有效 我做分析程序可以 但是当刚才老师 跟你讲的是这样的 真对特别风险 我不做控制测试 你看 仅为实质性程序 那就说明没有做控制测试 看到没有 没有做控制测试的话 大家注意啊 我分析程序做 细节测试不做 不可以 我分析程序可以不做 细节测试肯定可以做 这两个都要做也可以 对吧 所以这里的不可以 不可以有两种 重点吧 不可以搞出来 不可以啊 请看 两个不可以 有两种情形 第一种 做了控制测试 看到吗 做了控制测试 来来 我们来给大家讲 了解特别风险的 了解内控了 控制测试做了没有 做了 也许是OK 他说实质性程序不做 这两个打开是实质性 程序不做 那只能是做梦 不可能 不行 你知道吗 实质性程序是非做不可的 只能说是少还是多 不能不做 也就是说 对特别风险来讲 它就是重大的 错暴风险 你不能不做实质性程序 那大家知道吧 第一个可以吧 这个你看控制测试做了 为什么做了 了解内控有效 控制测试有效 你的实质性程序 不能不做哟 不可以的 这个理解了吧 就是应当做 第二个请大家看 我控制测试没做 为什么没做 因为我了解 特别风险的内控 我肯定是要了解的 那么我做不做控制测试呢 了解内控不OK 我是不做的 那意味着我仅做什么呀 实质性程序 如果你仅做实质性程序 那么你就要包含细节测试 要么是细节测试 要么是细节测试 和分析程序的结合 对吧 你看啊 了解内控不OK 控制测试做不做 不做 接下来你要做的 你能做的就是细节测试要做 或者是细节测试和分析程序结合 言外之意 你不能不做细节测试 你看啊 不做细节测试 仅做实质性分析程序 这是不可以的 明白了吧 用文字你能理解 更好 你不能用文字 你放到这个矩阵里 有各种情形 画这个表 也是跟你总结 理解一下 OK 这两种情况下 一定要搞清楚 不可以 好 那关于实质性程序呢 就老师跟你讲了 要打开的细节测试和实质性分析程序 请再看一遍 当我们说细节测试的时候 它是针对实质性分析程序的 当我们说实质性分析程序的时候 它对应的叫细节测试 因为待会你就看它的文字 它在说啥 你要知道它有针对性的 它说细节测试 另一个叫实质性分析程序 它是针对而言的 对 好 把这个图画面清楚了 我们来看题目 特别风险 相关的控制 多选题两分 特别风险 了解内控是必须了解的 了解特别风险的控制 这个程序是非做不可的 好 基于此 我们来看 只要做控制测试 理论上就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控制测试的结果 真的有效 你原来预期有效 我真的有效 还有一种结果 控制测试的结果说 哎呀 你预期有效 实际上没那么有效 好 不论是特别风险 还是不是特别风险 那实质性程序非做不可 好 这个 叉叉 这个节奏当中 我们来看这个题目 选项A 作者管理 任何了解和评价 以特别风险的控制的设计 了解内控 第一 设计 第二 执行 没问题 特别风险的控制 我肯定要了解嘛 这个 对的 好 选项D 被审理单位 未能实施控制 以恰当应对 特别风险 言外之意 这个内部控制 有缺陷就是不OK 注册快递 应当对特别风险 实施细节测试 对极了 因为了解内控不OK 控制测试不做 然后呢 我可以做细节测试 细节测试 搞定 不能仅做实质性分析程序 好 你看选项C 选项C就是反的说的 如果注册快递 是实施控制后 认为特别风险的 控制运行 有效 特别风险的 控制运行有效 啥意思啊 了解内控 OK 控制测试不OK 后面他说 他说 对特别风险实施 可以仅为 实施性分析程序 前面有个前提 是特别风险的控制 他说 控制测试了没有 测试了 那就是了解内控 OK 控制测试OK 后面可以 仅做实质性分析程序 对不对 对 如果说 不做控制测试 那不行 所以C是对的 好 D 针对特别风险的 相关控制 注册快递之 不能利用以前的 当然 特别风险的控制 如果你要了解内控 预计有效 只能是本期测试 我的天哪 这种题目 那真的是巨无霸的题目 知道吗 土豪的题目 所以我们 这个ABCD全部要搞懂 好 老师跟你讲解了 再解析 A是正确的 为什么 B C都是正确的 为什么 D也是正确的 你敢不敢选 对吧 好 为什么 就老师跟你讲的 比如说 你把它放在这个总结的 这个表 你去体会 都是对的 OK 接着我们来看 实质性成语的性质 因为一旦一谈程序 我们在第八章 我们已经有 这个深刻的印象 为什么有印象 因为刘老师不断的 在那里呐喊 在拼命的喊你 告诉你 只要谈程序 就是有三维的 最重要的就是性质 程序 就像医生给你治疗 给你吃药打针 吃什么药 吃啥药 这个问题 不能吃错药 吃错药没用的 对吧 程序当中 最重要的就是性质 第二 什么时间吃药啊 吃多少就可以搞定呢 对吧 性质时间范围都重要 但是最重要的肯定是性质 因为你吃错了药 时间吃对了 范围吃对了都没用 知道吗 哎呀 学神器有意思吧 太有意思了 吃几颗 虽然也很重要 但是你吃错了药 那是要命的呀 控制测试程序 也有性质时间范围 实质性程序 有性质时间范围 进一步审计程序 有性质时间范围 但是大家注意 风险评估程序 没有范围 好 那么在这个考点当中呢 请注意 实质性程序的定义 我们已经见过了 待会展开 要求也讲过了 实用性也涉及过了 知道吗 这个考点最难的 就是第四个 你一定要小心 这个是要考多选题 然后和第三章第四节 是遥相呼应 知道吗 遥相呼应 所以一个考点来了 包括哪些内容 哪一个最难 我要抓主要矛盾 矛盾的主要方面 必须的 对吧 是的 好 老师再一次拿开这个 拿来这个图 链接 第八章第二节 在我们轻易里有这个图 但是是黑白的 我们此时是彩色的 实质性程序 就是细节测试和 实质性分析程序 它的目的 就是去识别 发现 某一认定 重大错暴 它是去找重大错暴 不是去找重大错暴风险 对 好 什么叫实质性程序 发现认定层次 重大错暴的程序 包括细节测试和 实质性分析程序 各位同学 学审计学到第八章 好关键 不能说我已经不想学了 所以老师在讲 第七章第八章 第七章第八章 就要把你 死死的抓到 为什么抓到呢 怕你放弃 太抽象 抽象的要死 对 很正常 所以要给你画图 图颜色 你一定要知道 是为你画的图 对 所以你就看 什么叫实质性程序 你有图了 你就直接了 这个就 有印象了 对吧 实质性程序是什么 发现某一阵定 重大错暴的 不是重大错暴风险 重大错暴风险 是诊断病情的 重大错暴是 治疗 对吧 外科手术 比如说 刘老师 打你有一块石头 真的有 每年都做了笔操 笔操的医生 就在这里 给我做笔操 我就问 因为有的医生 我发现 他不是那么认真 他不是那么认真 我说 我的胆里 有一块石头 医生 你看到了吗 等一下 你再躺着 我再来测试一下 对吧 我去看这个医生 体检嘛 体检 他并没有切开 这个胆都没有 拿出来吗 他体检 好 他叫我吸气 嗯 吸气 好 再来看 哦 真的有 你胆里 有块石头 然后多大 好 我说 这个 重不重大 他说 还好 反正 没有在那个胆 胆管里 卡住 你就不疼 知道吗 所以 实质性程序 是什么 发现 认定 层次重大错暴的程序 但是刚才做的彩操 不是实质性程序 它是风险评估程序 啊 做笔操还是风险评估程序 对对对 是诊断的 如果你认你有没有石头呢 你要把胆切开 看 你们有没有石头 哎 拿出来的一个石头 两个石头 这个才叫 实质性程序 做笔操 做彩操 发现你有胆里有石头 是什么程序 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程序 是了解的 是为了诊断 你的胆里面有个石头的 但是你胆里真的有石头吗 证据呢 好 那就做实质性程序 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 喝什么药 把那个石头搞下来 第二种 切 把胆拿出来 把里面的石头取出来 放在一个盘子里给你看 对吧 你看 重大抽包 所以实质性程序 是你发现 认定层次重大抽包的程序 那么 做笔操 做彩操 扫描 这个 这个就是诊断 不是实质性程序 对 诊断 是做风险评估程序 是评估里面有石头的 但是你胆里有没有石头呢 这叫实质性程序 什么叫石头 把石头找到了 就叫石头 没有 他诊断说我胆里有石头 把胆一切 没有石头 那就要误诊了 对吧 那误诊 你干嘛要切我的胆 让我没有胆 对吧 这不可以 是不是 所以我们说 什么叫实质性程序 是发现认定层次重大错暴的 不是识别评估 认定层次重大错暴风险的 重大错暴风险是存在重大错暴的可能性的 是诊断病情的 对 好 实质性程序 OK 那么无论你评估的风险有多低 我只要是重大的 我都要做什么 实质性程序 对所有重大的都要做实质性程序 OK 那我一打开 刚才讲到了 他有什么 他有细节测试 有实质性分析程序 细节测试我采用哪些呢 3加2 实质性分析程序 是将分析程序用于实质性 对 好 那么细节测试 实质性分析程序 我们太熟悉了 我们多次多少次的回眸对他 对吧 是的 细节测试是干嘛呢 某一认定 测试 比如说 你账面记得在不在 你的金额对不对 对吧 某一认定 好 分析程序呢 是要在一段时期内 可能存在可预期关系的大量交易 你有大量的交易 我们找到一个运气关系 你偏离了没有 你偏离了就有错报 是什么错报 我还要做细节测试 对吧 好 那么这个题 百分之百要抓住啊 抓主要矛盾 主要矛盾要抓 我在设计时 实质性程序是要考虑的因素 第一个 特定认定 因为我们 比如说 比如说 营业收入 六个认定 是不是每个认定都适合做 实质性分析程序呢 No 发生认定 和完整性认定适合 所以特定认定 才适合做 实质性分析程序 你高了 发生 你低了 完整 至于说 你的节纸分类这些 看不出来 所以他对认定的类别有要求 我们利润表的项目 我资产负债表的项目 都有六个认定 OK 第一句话 是结论 掌握 在第三章 第四节 也讲过 这里是重复 或者这里是遥相呼应 没错 第二句话 对于记录的金额 或比率 做出预期时 你所预计的数据 可不可靠 你是要得到一个趋势 如果你的数据不可靠 就反过来会误导你 好 对数据 第三 做出预期的准确程度 是否足以 在计划的保证程度上 识别错报 你不准确 对吧 你拿出来了以后 你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是恰当 还是不恰当 你不知道是异常 高 还是异常低 你做出预期的准确程度 你要有准确程度 最准确的是啥呢 老师已经给你举个例子了 我再说出来 你肯定知道 比如说 我们固定资产 某一类固定资产 使用连线 某一类固定资产 使用连线20年 直线法 提折旧 预期净产值是零 你知道 做出预期的准确程度 太准确了 就是5% 如果我们当期 具体的折旧费用 除以固定资产的原值 等于5% 我就能够识别重大错报 那就没有重大错报 如果不等于5% 就一定有重大错报 对吧 这就是第三 第四 第四个 在综合题就要考 已记录的金额 就是账面 于预期值之间 减掉预期值 可接受的差异额 就意思就是我可容忍的 好 这句话 综合题 本章 本章的综合题 要小心 就要涉及到这个问题 好 接着我们来看 实质性程序 它有三个维度 进一步成绩程序 控制测试 实质性程序 都有性质 实质性程序的性质 就是细节测试和分析程序 对吧 时间 范围 只要谈程序 就有性质时间范围 时间有几种 三种 第一 其中 第二 当然有期末 对吧 还有以前 那么这里有三种情况 请跟着老师来看 中国字 中国人 看中国字 他是怎么说的呢 是考虑是否在其中 你说要考虑是否在其中 那么言外之意 有的情况下不能在其中 考虑是否在其中 那就说明有的情况下不能其中 明白吧 但是控制测试不一样 控制测试呢 就是更倾向于其中 十字音程序能不能通过其中 在其中 做不做十字音程序呢 要考虑 哎呀 是否在其中 等于说 有的情形不适合在其中 你在其中做了 期末肯定要做 结果你期中和期末 剩余期间做了 那个成本费用划不来 效果不好 考虑是否在其中 但是有的情形需要在其中 注意理解啊 看中国字啊 第二 如果适合在其中呢 那么如何考虑其中的证据 那如何适合在其中 就要讲其中的结果 延伸到其末 剩余期间 当然就要做补充证据 获取 yes 他说如何考虑以前 考虑以前 这个十字音程序 它的概率是非常小的 等于说十字音程序 它的正确来自于本期 只是特定的情况下 才能够利用以前的 利用以前的是很浪漫的 浪漫是一定要有条件的 这个我们生活当中都懂 你浪漫是要有条件的 你每天忙于生计 浪漫啥呀 对吧 你没条件 对对对 当然 这是调侃 对吧 好 那么十字音程序的时间 有三个点 第一 是不是在其中呢 适合在其中吗 好 适合 那怎么把其中的结论 延伸到其末呢 如何考虑以前呢 对吧 是不是这个意思 好 打开 是否在其中呢 请看 当 如果在其中 就应当使其中证据 能够合理延伸到其末 他的意思是说 其中我花了时间 成本 剩余期间 我又花了时间和成本 我两个一家 划不来 对吧 划不来 那没必要 如果划得来 我就 在其中 在剩余 他主要是从成本效益的原则 比如说 我们审计2022年的财报 我们所谓期中和期末 是从 是针对于财务报表涵盖期间 1月1号到12月31号 比如说 我们要审计什么呢 我们要审计 这个被审计单位 持续经营 这个能力 是不是 不存在问题 他截止到 11月1号 他就识别了 对持续经营能力 产生疑虑的事项和情况 持续能力 问题是什么 是从 2023年1月1号 到2023年12月31号 这一年内 在未来的12个月 你会不会破产 你老人家 截止到11月1号 就识别 对持续经营能力 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和情况 有财务的 有经营的 有其他的 然后呢 你截止到12月31号呢 你肯定是要去识别的 你这一段识别了 后面必须识别的 因为你是要从 2023年1月1号开始 到未来的 12月31号 未来的12个月 被审计单位 不会终止经营 对吧 不会破产 不会清算 这就是我对持续经营能力的 一个评估 你在11月1号评估了 你12月31号也要评估 那么你这两段时间 加起来的评估 你的成本效益 还不如在12月31号 开始评估 Yes 所以这个情况下 得不偿失 他说 其中 证据 审计和剩余期间 延伸 耗费的资源的总和 是否能够显著 小于 你完全在期末 对有些事项 就不适合其中 你其中划不来 你其中要做了 然后你期末还要做 所以呢 两者的 你第一时段 这个生育期间 加起来 还比这个大 划不来 对吧 不是国家不让你做 是效果和成本的考虑 成本效益的权衡 好 这是一个观点 那要不要在期中呢 因为你期中做了 你生育期间 也是要做的 你非做不可的 结果呢 你第一时段 花的 跟那个期末 生育期间做的 是何 还大于 我在期末做的 你何苦呢 就这个意思 明白吧 好 那我们说 从影响 你是不是在期中呢 到底我权衡的时候 是什么 因素决定 我不适合在期中 我干脆在期末呢 请看 控制环境和其他相关控制 如果薄弱 你在期中 做了也是白做 注意啊 这个观点 老师给大家拎出来了 控制环境和其他的控制 如果说 薄弱 那么这个数据 其实是不可靠的了 风险是比较高的 你期中做了的结论 生育期间的补充 证据你要做N多 所以划不来 第二个情况呢 它又不一样 它说你实施程序 所需的信息 在期中之后的可获得性 它说你在期末得不到了 那你应当在期中 大家知道哦 比如说这个水啊 电啊 这个煤气啊 还有特别好玩 这个养猪的猪啊 啊 屁哥 不是小猪 配齐啊 屁哥 那么 这个猪啊 它在每一个月 它的重量 等于说 你这个 有多少头猪 猪 猪场啊 就是养猪的 它要分类的 有种猪 有肉猪 有猪娃子 是不是 哎 那么它把猪要分类 分类的话 那么假定说 它在11月 12月 哎 它这个有重量 有类别 有类别吗 猪娃子要长大的 哦 这个猪我就是 另当别人 这个水 这个电 这个煤气 它都是 读什么呢 读表 对不对 它有计量 有数量 有数量和单价 这个数量 要靠到的 多少个字 对不对 它的一个表 就嘟嘟嘟 转 是不是 它的表啊 就是顺时针转 你们家的水表 是反时针转 那不都没水了 没有计量了 所以这个有的数据 我们要期中之后 就被覆盖了 所以我需要的数据 可能到期末的时候 已经被覆盖了 对吧 所以我们说 哦 那 那要期中 还有呢 你们从小到大 我看了有的妈妈 我 我 我没有那么优秀 我看了有的妈妈啊 她这个孩子成长 她就在墙上 就是她十岁的身高 十岁的时候 她就画一条线 啊 你十岁是这么多 十三岁 长到这里来了 对吧 哎 这就是说 等你长大了 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是不是 七中之后 七中之后 可能难以获取 啊 各位考生朋友 你现在还是青春年少 对吧 你比如说刘老师 我很难想 很难想象 我跟你这么大的时候 已经太珍贵了 绝对的是回不去了 然后看到和大家这么 青春年少的自己的照片的时候 是如此的 啊 感动 对吧 都恨当时为什么拍的照片那么少 对吧 留下的青春的底稿不多 对 所以就说这个时间过去了 我就得不到这个数据了 我举例了 老师举例了 就是读这个表的 那个表呢 他就是会赚的 对吧 会赚的 越往后面时间呢 他那个年龙呢 就会覆盖 对 第二个有点特殊 我涂了颜色啊 第三个 我实施程序的目的 如果我要得到认定的七中 那么我就在七中 我要年末 我就在年末 好 风险高 请注意 风险高 你就要在七末 或接近七末 啊 不能在七中 七中你就做 七末还是要重做 划不来 是这个意思 好 能不能在七中 合适吗 就要考虑这些因素 这是考什么图例 提案 判断多选题 还有认定的类别 比如说截止认定 那你肯定是在七末 因为截止认定呢 它是12月31号 为截止日 前后若干天 对 这个问题截止测试 我们会在第九章第五节 给大家重点展开的 好 最后一个剩余期间 那么能否通过十字音成余或十字音成余和控制测试结合降低呢 如果说有把握 我就在其中 不能 那我就在其中 那我就在其中 我的天啊 这个真的有难度啊 这已经谈到程序的设计了 你呢 其实就是设计师了 设计师是要有要求的呀 所以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考虑因素啊 这是重点是难点 这是重点是难点 我们抓重点 抓难点 抓考点 抓容易考 又容易丢分的 懂吗 一般的人会错误 咱们不能错 你不要说哎呀这么难会不会不考啊 废话 出题专家都是专家啊 不是小白 好 这个老师给你强调了 我们来看 在其中这个题 在其中实施实质性程序 什么叫其中啊 什么叫期末啊 期末是12月31号 我审计的是年度报表 1月1号到12月31号 这是我的财务报表涵盖的期间 我在其中 截止到11月12月1号 这叫其中 他说是否在其中 我要考虑六个要素 下面 他说通常需要考虑的什么样 比如说风险越高 不适合其中 在其中之后 这个数据得不到了 实施程序所需的信息 在其中之后可获得 可获得就是不可获得了 那我也在其中 相关认定 比如说你要知道 这个截止认定 也不适合在其中 适合在期末 我要考虑 权衡成本效应 都是对的 对吧 都对 这个不是蒙的 是我们要把重点抓住 初题专家 他们都是厉害的 我们绝对不能秒杀 初题专家 你不要说初题专家 就一般般 这个是绝对叫秒杀 对不对 对吧 看不起他们 那不可以 我觉得初题专家很厉害 同时你不能假定 这么难大家都不会 那不会考吧 你在秒杀 学霸吗 考霸吗 对吧 都不对 我们语无奇那么究竟 还不如听牛老师 把它锁定 锁定 这是难点 难点 因为我们在设计程序的时间的时候 要考虑这些因素 其实审计程序最难的就是怎么来设计合理的程序 好 接着呢 来看 如何考虑期中 如果说我在期中实施是滑的来的 是合适的 那么 我就要将期中的结果延伸到期末 那么 如果不能延伸到期末 应当在期末和接近期末 重新实施 对吧 我的天 所以你在期中做 你就考虑好 白做了 期中做了 作废 还是期末重做 滑不来 这就回答了这个问题 因为你不能把期中的结论延伸到期末 懂了吗 好 如果我要将期中的结论延伸到期末 那么我有条件 我应当有两种选择 第一 在生育期间 我做 实质性程序 言外之意 我不做控制测试 第二 我在生育期间 做实质性程序 和控制测试 好 因为你在设计程序 看不同的情况 两种选择 好 下面我们来看 那生育期间 我怎么做呢 刚才说了两种选择 第一 我将期中测试得出的阶段 延伸到期末 我在生育期间 仅做实质性程序 够不够 不够 言外之意 我要做控制测试 和实质性程序 好 第二 如果认为实质性程序 本身不充分 我还应当测试 生育期间的 控制的有效性 和实质性 就是说 你仅做实质性程序 可能不够 那么你就要做 控制测试 和实质性程序 好 对于5B呢 5B风险 属于重大测报风险 属于特别风险 对吧 我将其中 的结论延伸到期末 不行 延伸不了 因为5B 你没有规律 你不知道在什么时间发生 所以我们在期末 或接近期末的时候 要重新做 好 来了 请看 我不能延伸到期末 我得在期末 接近期末重新做 因为你发现了5B的思想 你期中就发现了5B 那个5B就在期中被你抓到了吗 它在剩余期间5B更多 所以 如果对于5B风险 你在期中做了成绩程序 发现有5B的风险 那么 你这个期中做了 不是说 国家要处罚你 拉倒国会 你期中的结论 不能延伸到期末 因为你在期末 你还要重新做 注意啊 每一个问题 该怎么做 不该怎么做 我们都要清清楚楚 提要求 好 第三 能不能利用以前呢 我们说了啊 你本期测试 你利用以前的 这是浪漫的想法 都是要有条件的 浪漫都要有条件 如果在以前审计中 获取了证据 通常只能对本期 不足以应对 以前的只能应对 以前对本期的效果是不好的 不足以应对 好 这个观点 没毛病 什么情况下 我能利用以前的呢 他说 只有当以前的证据 集体相关 未发生任何重大的 未发生重大变动 以前获取的证据 才能够与本期相关 他后面说 如果利用以前 获取的证据 住的观点 应当在本期实施程序 确定 这些证据 是否就持续相关性 就是说 他在20210的 那么在2022年 是不是整个 都没有往前推进 没有进展 没有变化 他还在那选择 对的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